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蒸的米饭不好吃 其实不是你家的米不好 而是你蒸的方法不对 今天就把蒸米饭的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特别的好吃 把大米淘洗干净 淘洗的大米水可以用来洗头发 我们大米里加入适量的白糖 再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一勺白醋 再加入一勺香油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一般清水的量摸过手指就可以了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颗粒饱满米味飘香 盖上盖子按正常煮饭键 米饭快蒸好的时候锅里加点食用油 打入4克母鸡蛋 鸡蛋不用搅开 直接这样下锅将它炒熟 炒熟 炒熟之后盛出备用 接着再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蒜末和青红椒炒香 炒香以后放入一袋乌姜榨菜 继继继续翻炒 翻炒片刻之后加入鸡蛋 炒熟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好了 看一下米饭已经蒸好了 蒸出来的米饭米粒饱满 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 米饭再配上炸菜炒鸡蛋 真的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喜欢吃米饭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吃一次就叫你忘不了 太好吃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